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内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下午的3点35分 家群指数大涨了97点 你看昨天跌68点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不要看得那么坏 不要看得那么坏 反而如果事情发生了 真的开始提高关税了 搞不好是利空出境啊 你看昨天晚上 美国针对大陆进口的商品 2000亿的内容 要加增10%的关税 对不对 大陆当然也不落人后 大陆当然也吞不下这口气 所以昨天大陆也发布了 从美国进口的商品 600亿 要增加5%到10%的关税 一样是25号生肖 一样是25号生肖 就大陆一发布完之后 美国股市却大涨 想象不到 大陆想说要给美国当头棒喝 就没想到 好 竟然美国股市却是大涨 道琼涨184点 最多涨了200多点 创新高 道琼创新高 想你都想不到啊 哪打客昨天也是大涨的 昨天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全部大涨 对 道琼创新高 哪打客变成了 那大陆昨天尾盘拉高收周 今天也跟着又大涨 今天香港也大涨 大陆也大涨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啊 台湾不是大陆的一省 台湾也不是美国的一州 我们大可不必要 跟人家绑在一起嘛 对不对 我们可以像日本 像南韩 像新加坡 像欧洲一样 美中贸易战 两个在那边狗咬狗 如果咬着遍体鳞伤 那其他国家不是受贿了 对 你咬着遍体鳞伤 其他国家的商品反而 就占优势啦 对不对 那如果你双方 能够弹出一个结果来 那其他国家跟着一起做 不也是受贿 所以你看人家日本 昨天涨350几点 今天又涨251点 你看人家日本 八天涨了1600多点啊 人日本 八天去1600几点啊 我们大可跟日本一样啊 何必把自己跟美国中国绑在一起呢 好啦 就算跟美国中国绑在一起 你看人家美国 有没有因为贸易战而被打下来 也没有啊 大陆 昨天在我们收盘之后 大陆昨天在我们收盘之后 反而是涨了 今天再涨 大陆两天涨3% 大陆两天涨3% 指标在低档 香港昨天 油黑翻红 香港昨天也油黑翻红 今天又涨355点 最多涨了400点 香港昨天涨150点 今天涨了最多涨400点 2天香港去400点 550点 讲错了 550点 你看美中双方在打贸易战 两边结果都大涨 那台湾干什么 台湾竟然是昨天跌68 今天涨97 我们只要去31点而已 是吗 昨天是不是冤枉 对 昨天是不是冤枉 所以昨天很多人在卖股票 融资又减了8亿 我昨天特别讲 没那个必要 我们可以学日本 我们可以像日本那样的一个胸襟 我们可以像日本那样的一个想法 你两边贸易战 我等着收获 是不是 我们有自己的路要走 什么路 我们走自己的路 我们什么路 我给大家看过台北股市都在走 25天的循环 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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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25天 台北股市都是25天 25天 25天 所以我在6月初的时候 我说25天到了要跌 你看是不是跌25天 紧接着 我说25天结束了要涨 是不是涨上去了 25天是不是涨上去了 警戒在8月9号 我说25天到要跌了 是不是跌下来了 这25天是在什么时候 定礼拜三 上礼拜三 整个25天就结束了 中间这段的拉伸是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OTC又更清楚 OTC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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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C又更清楚了 对不对 很简单的行情 行情涨跌 难免 趋势才是最重要的 就像开车一样 开车一下左转一下右转 向朝北一下往南 一下往东一下往西 都正常的啊 因为路不是直直的一条嘛 对不对 路不是滴滴一条嘛 你一定要换这条路 换那条路 适来适去嘛 重点是你这次出门 你是要北上还是要南下 那些方向 最重要的嘛 故事同样啊 起起路都正常的 方向才是对的 方向往上 押回就是买 方向如果要往下 拉高就是空 你要把方向搞清楚啊 台北股市的方向就是这么明朗 都是25天25天在走 你为什么去搞混掉呢 是不是 之前一直跌 一直买 现在开始要涨了 反正不敢买了 就都不掉去了嘛 账都错掉了嘛 你看我们之前一路空下来 你看我们之前一路空下来 对 我们之前一路的空下来 我们之前一路空下来 上礼拜空单补掉 开始搬多 这样就对了啊 哎呦对啊 你看抗的股票 都贪钱啊 对 翻多也对啊 所以你要顺着趋势做 该买该卖该空该补 你都要做出动作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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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最可惜是什么 今天最可惜被动元件 今天最可惜被动元件 原本上半场还不错 然后就到了下半场 又是一路撒起来 为什么 当充太多人在玩了 每天成交量 七十几%的当充 那你怎么会去啦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被动元件当充的人太多了 把整个行情给压住了 你现在买的股票就要买 这小时买下小时就要买 无形之间就上不了了嘛 那如果还跌呢 现在买的等一下认赔商 再买的又认赔商 所以行情就这样一路打下来 我国际我有买啊 国际一千三开始我都没有买啊 我在这里打跌的时候 我五百一十买的啊 可是我跟会员讲 我们收好停损五百就好 不到10块钱给他 不到2%给他 没关系 股票市场只有对跟错 对的时候用力赚 你看我们对的时候雅尼用力赚 五十五% 那国际这次 我有商道啊 商道是商道 我坦白跟大家讲啊 我五百一十买的啊 我跟会员讲 停损就收五百就好 五百破快来走 要破赶快走啊 10块钱多少 以这种五百多块钱的股票 赔十块钱是2%而已啦 2%而已啦 不中2%给他 要中 我们50%来谈 你看你2%不赔 后面呢 就变多少啊 但我还是认为说 被动的元件其实没有那么差 只是因为当冲太多人了 所以等到 他底部出现的时候 可以买的时候 再来低接去啊 可是停损还是要有 风险还是要有 对 除了国际以外 这是最可惜的 你如果不适合停损 不守停损 风险就更大 你看我买2408南亚科 对 我买南亚科 五十九买的 今天 61.2 细趴 对 细趴也没什么嘛 这才刚刚要开始而已 你知道 南亚科 获选为 道琼永续指数 是什么意思 永续指数的成分股 你知道道琼永续指数 他是 针对全球 全球喔 前 三千五百大市值的企业 能够在全球 挤进前三千五百大 那个不容易啊 代表你公司除了规模够大 够赚钱 同时 你的产品 也是要一个相当重量级的 有影响力重要的行业 南亚科被列为 道琼永续指数的成分股 那是一种荣耀 昨天美光 美国股市 大涨 美光昨天 大涨 4% 是美国股市里面最强的 你看美光 五天 大涨了12% 这已经12%喔 黄金交差还出来了 美光明天收盘后要发布财报 财报 财报发布之后利多又是继续涨 瑞士信贷这两天 调高美光的目标价 90美元 现在45块而已 跨高10块 我不知道会不会来啦 反正外资本来就是这样子 对 可是在外资的调高平等加持之下 美光如果财报又发布 搞不好又涨更快 那南亚科呢 就更不用说啦 今年一股赚 今年一股赚 12块 北比才 5倍 我专门买底部机油股跟大家讲过 我专门买底部机油股 比如说我买6180橘子 我67块钱买的 今天69 2块 大概要4% 3%我 橘子 120下来的 底部打的差不多了 今年一股10块 北比6倍 是不是底部机油股 是不是成长型的公司 去年0.7 0.17 今年10块钱 是不是成长型的底部机油股 我只买底部的机油股 空呢 我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啊 很固定啊 我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啊 买买底部机油股 空高档的机擦股 空高档的机擦股 我专门做这两个极端 你可以试着跟我这种方法一样 对外交换方法来走 效果不错的 安全 安全 你看2816 光万宝 对 对 当然是要买的啊 这里买的啊 大家知道 是不是 业绩也是很好的啊 半年报1块8 全年3块钱 全年3块钱 股价还十几块而已 百比6倍的啊 是不是很安全 对 是不是很安全 我们今天强胖初级 推荐了什么哪一档 今天强胖初级 推荐了 国统 今天强胖初级推荐了国统 为什么推荐国统 今天国统不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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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今天国统不错哦 找盘打下来的时候 我说 诶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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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会员 24块钱下去买 收盘24.7 今天国统带量 带量 你看国统的 周线 对 从60 打下来盘了一个 两年的大跌 这个大跌的颈限 就在24块钱 25块钱 带量在供 带量在供 那我为什么会推荐国统 你知道国统 它是做水资源的对 水资源比如说 水管 各个工厂工程的管线 还有呢 污水处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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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净化 海水净化 你知道目前全世界都在缺水 对不对 四个都在缺水 尤其是岛型国家更缺水 那其实全地球最多是什么 就是水 整个地球70%都是海洋 所以地球不缺水啊 问题是海洋的减水不加的嘛 如果有技术能够把海水变淡水 变饮用水 那这种技术你就掌握了全世界的重要资源了嘛 全世界就在抢资源的 谁能够掌握到资源谁就赢了嘛 国统它拥有海水淡化的技术 它在两年前的时候 承包了水利鼠跟台水 大金门4000吨 跟马工4000吨海水净化的工程 现在大金门的工程已经完工了 而且经过试车 经过试车之后 诶 没问题 他有5年的代操作期 马工现在正在盖 马工盖好之后 如果市营运没问题的话 有15年的代作业期 你看他 海水淡化开始运作之后 整个毛利从负的变正的26% 从赔钱变成赚0.7了 开始从亏损开始回来了 你只要有海水净化的技术 转世给他到位缺水 你都能够去包他的工程 去帮他做海水净化 那是一个全世界能够做生意的东西 这种东西 所以你看人家外资 你看之前 连赔两年对 现在海水净化工程开始在做了 他原本在澎湖乌坎地方 有3000吨的海水净化厂 也是15年 那因为澎湖缺水缺的严重 最近从3000吨提高到每天6000吨 每天6000吨 所以毛利率调高之后 你看外资也开始买了 对外资开始买国桶了 很多个外资你看 很多个外资 好几家外资都在买国桶 所以今天强盘主席推荐国桶 今天带量开始供 今天带量开始供 Dable打出来两年的Dable 是不是又是一档底部肌肉股 我找的都是这样 我早都是这样子的 2049上营也是啊 你知道上营间 行政院最新的评估报告 美中贸易战 台湾有机会接到转单 有不利的行业 有有利的行业 有利的行业 能够接到转单的 点名什么 罗斯 罗帽 线性滑轨 对 线性滑轨是谁 线性滑轨就是上营嘛 对 线性滑轨就是上营嘛 上营从500一路跌 我叫你们不要买 不要买 不要买 来到只要给你开四倍了嘛 我们买248买250的嘛 今天265嘛 也没多啦 十几块而已没啥啦 可是这是一个对的动作嘛 我说过 你要找美中贸易战被错杀的 这个就被错杀的啊 上营 上半年就9.7了 去年一整年也是9.7 所以今年业绩又比去年更好 你看他每年三四季的业绩 三四季的业绩一定比二三季强 比一二季强 三四季的业绩一定比一二季强 起来上半年就已经9.7 全年一丁20块钱以上 获利倍增股价大跌60% 又是让底部脊itta肌肉股 你的戴我这样 一批一批一批 faces 慢慢走 这是很多人 大盘跌了 个股跌了50% 60%的很多 很多人大钱变小钱了 怎么办 哪里跌倒就要哪里爬起来啊 你有本书输 你就要有本书赢回来 不然别人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本书 没把握 让林黑炎帮你啊 让林黑炎帮你啊 小钱变大钱 加倍要悔 自己做多 我带来做多 自己放肛 我带来做放肛 对不对 不对 3% 5% 给他没关系 我们顶来 不要硬撑 撑到赔30% 50% 就没用了 是不是 小钱变大钱之 加倍要悔 顺着趋势做 25天的趋势才刚开始而已 25天才刚开始而已 我们找底部的股票 一档一档慢慢来赚 一档一档慢慢把它给要回来 你给我时间 我有把握 我们的负专线 02 2392 3988 022 392 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拜拜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